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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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又说自己荒唐 四姨少先 你便成全我们吧 我跟李静是情投意合 你们两个终究是没有结果的 那你告诉我 怎么才算有结果 阿姨 是我负了你 我不配与您在一起 你去与莫原双宿双飞吧 你如今还敢羞辱我师父 当初是你说 无论我是什么身份 都要同我在一起 都要同我在一起 可现在呢 好 我成全都要同在一起 尚先 放开 她们把路上带走 她们在一起 她们过来 不在一起 对吗 她们是谁 她们在一起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清楚 我在意间不过是一个没有实权的二皇子罢了 殿下 我背叛了司义 就等于背叛了昆仑勋 背叛了天卒 我现在只有殿下一个人 可以依靠了 走吧 我现在已经有很多人了 这也没错 我现在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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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现在没错 这么多写的 现在不就是 你也没错 你也没错 我现在没错 你能够找到 你能够帮你 可你没有 你能够帮你 我能够帮你 你能够帮你 师父 师父 你出关了 行了 下回别在酒窖里生活 若威士来得晚了 半个昆仑须都给你烧了 徒儿错了 喝了这么多酒 哭出来才好 否则玉皆尽肺腑 就可惜我这些好酒了 师父 你为何这么早就出关了呢 你学仙法不专心就罢了 哭也如此三心而已 师父 我又不想哭了 好 那便不哭了 师父 你的伤怎么样了 可有落下什么毛病吗 无妨 还不需要你将自己炖了 给我做补汤 师父 你都听到了 一清二楚 那黎静的双眼 生得甚是明亮 可惜眼光却不佳 师父都知道了 知道什么 我只听说那长得与你颇像的女子 一须离间回去了 一须离间回去了 他们走喽 回一切去了 走了也好 师父 师父 我们不说那些不相干的人了 说点有趣的事情吧 有趣的事情 是 师父 既然你已经出关了 给我讲一讲东黄忠吧 东黄忠 你为何突然问起东黄忠 我只是偶然听说 东黄忠在秦苍的手上 后来我翻阅了挺多的书 也没有查到所以然 点击上记载 东黄忠是由师父所造 是毁天灭地的神器 为何会在异界呢 当年与魔族大战 天族为了跟异族搭成结盟 父神便将东黄忠交给了秦苍 以表诚意 所以师父 这东黄忠 真的能毁天灭地吗 不错 东黄忠是个极为凶险的法器 一旦被祭出 便会毁灭这四海八皇的一切胜利 唯一阻止他的方法 便是用一个强大的元神来生计的 才能重新将他锁住 那生计之后呢 生计者魂飞魄散 东黄忠平息怒火 天下太平 所以若秦苍叛变的话 那东黄忠就是大患 师父 听说东黄忠还可以封印元神 是真的吗 不错 但能利用东黄忠来封印元神的 只有天族 凤族和九尾狐族 所以能做到封印的 只有狐帝 哲言 还有天君 还有为师母 师父 灵保天尊遣人送来帖子 说是要开法会 想请你去 弟子知道 师父以往都是直接回来的 但这次毕竟是灵保天尊 于是时候 让时期渐渐失眠了 师父你真要去啊 你收拾收拾 后者就动身 是 师父 师父以往都不接这种乏味的帖子 此次肯定是看你心情不好 郁郁寡欢 才想带你出去散散心 你呀 都这么大了 该学会让师父少操心 这才是作为弟子的孝道 知道了 师兄放心吧 我们都知道 你是看那黎靖带走了玄女 才会如此地伤心 因为你心里有玄女 我 心里有 不用多说了 师兄都懂 宝山 杀 宝山 杀 邀 杀 好 二弟 别来无恙了 夫君 二哥哥绝对不会死通天族 求夫君息怒我 来 你跟你一死 本君自知对不住你生母 为了一统一戒 牺牲了他的性命 跟你说 本君何曾亏待过你 任净花天酒碧 榴莲繁迁 樱花柳相 我可真管输过你 我有两死一命 对你却最为容忍 你却如今为了一个小仙 抛妾一剑 何昆仑虚死通 你该不该杀 该杀 住口 我最恨你这番模样 和你的生母一般无二 黎静甘愿受死 只求夫君放过那个女人 此事与她并无关联 死到临头 还惦记什么女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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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君 你叫我什么 夫君 我才是零静在昆仑虚 带回来的女人 我才是她的心上人 绝非那个司音 求夫君明鉴 不要枉杀无辜啊 你说什么 说清楚 黎静是去过昆仑虚不错 但是却为了窥探虚实 夫君应该知道 黎静在大紫明宫时 就假意与司音交好 后莫渊杀入大紫明宫 叫走司音后 黎静也趁机跟了去 夫君是看着黎静长大的 他对一族有没有二心 夫君难道不清楚吗 夫君 说下去 我在昆仑虚被殿下救了一命 也因此对他一见倾心 心甘情愿跟随殿下 陪他来异见 玄女现在是他的女人 也自然唤你一句夫君 虽然殿下 在昆仑虚一无所获 但是玄女既然跟了他 就应该替他 尽了做儿子的孝道 玄女愿助傅君 攻破天族 谁给你如此胆量 竟敢说能帮我 父君恐怕不知道我的身份 我是青秋白玄的七妹 就凭这层身份 我在昆仑虚 一直颇受各为上仙的福照 那又怎样 就天族与异族的大战 玄女曾听昆仑虚的人提起过 据玄女所知 昆仑虚藏有天兵阵法 用来抵制敌军 本军自然知道 本军自然知道 当年与魔戒大战 莫园带着天兵 摆下七七四十九道阵法 威力巨大 也因此逼退了魔戒 玄女有一劲 可助傅君 拿到阵法 说 但玄女想让傅君 答应我两件事情 敢跟本军谈条件 不怕我把你身手一冲 玄女不敢 玄女说的都是小事 只不过 是想让傅君 放了我跟黎静 再为玄女赐婚 将玄女 明媒正取入大紫民宫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黎静啊 黎静 想不到 你和你的生母一样 可以让无数人为你们赴汤头火 只未尝半身策 夫君这是答应了 当然 本军答应你 明日大婚 赐匹麒麟兽 把你接进大紫民宫 明媒正取 我一届为你大喝酒日 多谢傅君成全 离境宫中美女如云 取或不取 本君不在意 你要记住 进入了我的大紫民宫 就是一届的人 切勿忘记得承诺我的真法 玄女绝不会让傅君失望 二位殿下 慢走 请留步 莫冤上臣 朕未想到 今日莫冤上臣亲自而来 方才出关 恰巧小徒尚未来过上清境 便带他来一起散散心 司阴上线 前些日子我们才见到 今日又有缘相见了 莫冤上臣 莫冤上臣 小徒司阴 快见过天卒的二殿下 三殿下 二殿下 三殿下 二殿下深受天君处爱 前几日天君 还想拜托折颜上臣 为二殿下 向青秋白浅提亲 司阴上仙为何如此惊讶 可是认识那个青秋白浅 不认识 小徒是折颜捡回来的小狐狸 送去我那里学医 想必是听到恩人的名字 心里很高兴吧 高兴 我高兴 既然上仙与上臣如此相熟 那你认为 上臣会为天君说下这门亲事吗 我不知道啊 我想 折颜上臣也不是那么爱管闲事的人 是 父君交代 若墨渊上臣真来了 还请上臣去一趟大殿 一届叛乱在即 还须与上臣共商军事大计 好 我知道了 惊认 若墨渊上臣子 双身人 上臣身上的伤不轻啊 此番是强行出关吧 所以才来上清境 解天尊的温泉遗用 我这眼天泉虽有灵气 却也不是万灵药 上神如此急于痊愈 是为了养护 父神留下的金莲 还是为了异族 两者皆有 我前些天去了昆仑须 已经察觉到 金莲的气息 恭喜上神 快要大功告成了 我也察觉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殿下 阿易 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娶你 殿下 我是玄女啊 没错 你是玄女 你不是阿易 你不是阿易 今日若是他 断然不会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 去加害自己的同族 他这么重情重义的一个人 我却为了你 我却为了你 辜负了他 殿下 可我这都是为了殿下呀 可我这都是为了殿下呀 我这里确实住着一个人 但不是你 我这里确实住着一个人 嗯 阿易 对不起 千错万错 都是我的错 殿下 你不要在我们大婚之夜 别说这些好吗 逃你 殿下 我去哪儿 我的新婚业 大哥也要守在外面 若不是 你娶了一个好老婆 父亲早就叫你身手易出了 还留命让你洞房花烛 大哥 你错了 我们兄妹三个 对父亲可有大用处 他不会杀我们的 把二皇子带下去严加看守 不到出兵日 不得放逐 是 去 把那个离境的女人给我拉出来 是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 我是二皇子妃 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 走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放手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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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祖莫愿 帮我打紫明宫 抢我甘儿子令语 屠我一届兵将 本君身为一届之主 绝不能受此羞辱 而等可愿追随本君 将这天下道传 乾坤一味 把这天君老儿 拉下走冲天 让我一族一统天下 属下誓子追随 好 把这个女人扔回昆仑勖 让天族看看 我们一届起兵的决心 没想到时期随师傅出这么久的门 师傅不说 时期也知道 师傅是为了哄我开心 算你还有些良心 师姐 为师有些卷了 咱们在此处小七半个时辰 你看如何 好 我们也有想法 你帮我 我们下柜 你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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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个本来 就给你帮我 你帮我 我 construir 你帮我 我千万年后 我终有释然的一天 左右不过一趟儿女私情 让师父跟着我忧心了 真是徒儿不孝 确实不孝 你师父因受天雷重伤 身未痊愈又躁躁出关 全都是因为你这个小徒弟 如今他心火焚身 你竟然什么都不知道 还好四哥跟哲言 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若他们知道了 肯定会嘲笑我 幸亏那天的信还没寄出去 四哥 你还有个四哥 不过四哥也说了 这天族跟异族迟早要开战的 不知道师父到时候 会不会带我出兵 跟着师父学了两万年 还没有带过兵呢 尾时亏了 出兵 若我生亡缘 定不会让你隐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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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师弟又要赢了 大师兄 你怎么心不在焉啊 秦苍已有起兵叛变的动作 师父却迟迟未归 假如秦苍在这个时候起兵 那就是大麻烦了 去居秦苍 怎么会是师父他老人家的对手呢 有何必如此紧张呢 我想大师兄 担心的一定是 师父曾替时期打过三道天雷 又提前出关 旧伤未愈 难以大战 此事切记在时期面前提起 否则他又要过度自责 借酒消愁了 时期殊不准还在想着玄女呢 说到玄女 已经带选女回异界之后 大肆操办了婚礼 一族联合九日 怕时期听到了 又该有伤心了 时期 各位师兄好 我已经把师父平安护送回来了 不错不错 早的时候啊 魂都没有了 回来啊 依旧是过去的时期 这次跟师父出去 真是大开眼界了 我本来以为 师父对那些佛法 道法的东西不感兴趣 没想到他老人家辩论起来 真是滔滔不绝呢 每每有神仙前来的时候 均以师父大晟 实在令人唏嘘啊 大师叔 二师叔 那个许女被人 救到我们山门外了 什么 什么 你为何会如此 你不是和黎靖完婚了吗 大师兄 千错万错 都是玄女的错 玄女不应该倾心 黎靖那个小人 大师兄 你快去告诉上神 一族已经起兵反叛了 好 当真 秦苍未表决心 令为黎靖选了个一族女子 将我用荆棘抽身 扔回来 都只不过 是想要羞辱莫缘上神 我先替你留伤 我先替你留伤 这茶杯不错 可还有多的 赠我如何 好 明日让人送到你宫里 莫缘 你对此事如何看 我乃思战之神 若异界执意要战 那便战吧 至于战后 天军要如何 让异界甘愿臣服于天宗 那就不敢我设了 此事 无需上身忧心 可惜啊 可惜 这莲雕的不堪入义 你可有素胚 卓彩尚佑这件事情 我倒想自己来 我让徒弟去翻翻 莫须佑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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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苍已起兵叛乱 他将玄女打成重伤 丢到山门外 怕是仪表与天宗决裂的决心 天军 帝军 给封仙体的疗伤 告退了 看来比咱们猜想的要走 已经起兵了 一族有二十万兵将 也请天军点兵二十万 与我用上十人 那就 仰仗伤神了 大师兄 大师兄 咱们昆仑须没个女的 真是如何是好啊 就当他是个男的吧 大师兄 快要出人命了 你还顾忌什么 也只能这样了 好歹 好歹也是名媒正取的二皇子妃 怎么可以打成这样 真下得去手 对啊 尼斯五活得大战了 还有什么下不去手的 对了 今日天军和帝军来 只有你在大殿师父 可又听到什么 天军准备如何不输 看不出师父有什么担心的 帝军也是 悠闲得很 天军一直忧心忡忡地问 师父如何是好 可帝军一直向师父 讨要喝茶的慈悲 估摸着 帝军和师父 都不太看得上这场战事吧 虽然我不太了解 天军和帝军 但我知道师父 他战前越是倾诉 就说明这场仗 远难打 阿姨 你来干什么 你 怎么去了一趟异界 学会跪着说话了 那你跪着吧 要跪到底才显得诚心啊 阿姨 是我鬼迷心窍了 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 其实我心里是愧疚的 始终无法放下 是我欠你的 如今这一切 也都是我自作自受 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做 你才能原谅我 你以为你深夜来这儿哭一哭 就能算得了你这笔烂账了吗 阿姨 你既不肯原谅我 为何又默许他们 将我救回来 救你的人是大师兄 默许的人是师父 与我有何干系 你自己说 你昔日的所作所为 当不当得狼行狗废这四个字 四爷 你不能对我如此绝情 你别过来 我若真是绝情 当日就该一刀砍了你 今天救你的人是大师兄 是因为他心肠好 我告诉你我眼里容不得沙子 我奉劝你 他让你伤好了 赶紧给我滚出昆仑虚 免得那天我多喝了两杯 找你讨个因果报了 谁都拦不住 你跪着吧 九师兄 没想到九师兄 也有站墙角 我偷听别人说话的习惯 绝非偷听 我来是想通知你 准备跟师父 一举去天宫点兵 师父要你我一同去吗 不错 我与你同师父证明营地 其他师兄弟各自领兵 防范于异族 与天族的交界各处 你可有什么疑虑吗 绝无疑虑 你大弟子瞧不起我 死活都不肯娶我 你实际弟子也瞧不起我 让我跪地羞辱我 没关系 这些都没关系 沐渝 今夜 我就要当着你的轩辕剑 拿走你昆仑须的阵法图 让你们一败涂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如夜间微凉 繁华若地成霜 你在远方眺望 耗尽所有目光 不思量 自难向往 摇摇桃花亮 前世你怎设想 这阴海情茫茫 还顾作不痛 博扬不牵强 都是假象 凉凉月色为你思念诚恳 化作春你恨顾着我 千千岁月 浮满爱人羞 請站起来 请树 顾芬 这平时 再次 一个不种 更是牵弱的 赠标 而不团 可 活 小舍 你 不住 祝福 两腰三生三世恍然入梦 许的年风干泪痕 若是回忆不能再相忍 就让情分落九尘 两腰三世恋何时还会穿上 有剑树下一盏风尝 那花又已流水无尽 别人暗怨爱恨 两头麻花的船 无声缘千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